哎呦 你收心了吧 刘伟国接停球之后 停到自己球门里边 他是没停 没停到球 啊完全解决就好了 但是直接传门前 哎呦呦呦呦 又失误了门将 这是怎么啦 今天这亚太啊 比赛第57分钟 刘伟国再次出现 你知道那些在足球场上 门将的失误有多离谱吗 下面给你带来十大门将的离奇失误 保证你看完笑调打烊 第一球 来自日本G联赛的南雄太 自己球门的行为 还能被复制一遍 无私的手抛球 对方发出任意球后 这哥们还在悠闲的喝着水 被对手打进球门后 随为接一脸无辜和茫然 这天过后和水哥鸣声大噪 一起脱手 王后号称这一球 打掉了德赫亚一半的身脚 第六球 来自热刺的洛里 但他最为曼珠基奇强断进球 不知道今年的世界杯 洛里还会不会黄有手了 以气球回传 西班牙门将无奈 西蒙莫名其妙的竟然没能用脚停住皮球 只是让人啼笑皆非 皮球在空中下坠时 小度用了一个排球中扣球的增降失误 怎能少得了我们的凯芝岛和利物浦的比赛中 只见凯芝天若有晴天异朗 遇到哈特来一脚 哈特的除击失误 也造就了一步这一难以置信的超级 中超第四轮时 在山东泰山队与长春亚太队的对垒中 亚太门将刘伟国竟两次出现超级失误 并使得他被教练在中途罕见地替换下场 先是接队友的一记 如慢动作回放般地回传球时 刘伟国竟出现低级失误 其用脚接球时 竟将皮球磕进了球门 他再次用脚捞球出来 但在视频裁判的提示下 被判定进球有效 此后 泰山队一记力量并不太大的 传球 被刘伟国轻轻拖了一下 却将脱丢了 皮球然后飘然而入球门中 事实上 亚太队教练此后将刘伟国换下 这已是对一个门将极大的 打击了 无论是从脸面 心态和自信心上 都将会对刘伟国产生极大的压力 如果不能很好的从这一打击中走出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 他的门将职业生涯了吧 而再看看球迷们的评论 基本上都是在嘲讽刘伟国的 还有一部分人也开始 不但以最坏的恶意猜测 这是不是打假球啊 而极少有对刘伟国的失误 表示理解与宽容的声音 其实 失误本就是包括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 的一部分 虽然足球门将的失误 在其中最容易被放大 像当年的名将 卡恩 被卡洛斯主罚的任意球穿当而过 卡利乌斯的一个手抛发球 竟成了给本泽马的助攻 还有多纳鲁马 时不时的超级失误等 那就别说中超无名之辈的刘伟国们了 无独有偶的是 在同一天的中甲联赛中 黑龙江宾城队的门将 刘鹏 也几乎重演了一遍 与刘伟国类似的失误 他也是将回传球 停在自己门线以内后 再解围 因此帮助对手进了一球 不过 赛后亚太队球员集体发声 表示支持他们的门将 这也给了刘伟国极大的支持 这种理解与宽容 对于一个异常比赛 出现了两次严重失误 且被替换下场的门将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心理安慰和精神鼓励 其实 作为球迷们 也因嘴下留情 多给这些失误的门将以宽容 大家的善意理解 或会改变其一生 当然 虽然我们不能说 刘伟国的两次重大失误 一定跟假球有关 但是球迷们的这种质疑 也应该被有关方面听到 人们既不能 有罪推定 但也因防患于未然 绝不能让过去的假球泛滥现象再现了 毕竟 如今的中国职业足球环境 不比此前的晶圆足球时代 现在的球员不仅年薪大将 且很多球队甚至发不上工资 人穷思辨之下 也要预防有人可能会玩假球 我们既不能无故地冤枉了刘伟国们 但也要对假球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暴以时刻的警惕 与严重的关注才行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